民間鄉著水火車站前廣場 雖然不算是道路 卻頻繁有車輛行徑 據點設在一旁的 南投縣社會福利工作協會 主任張正生表示 因這個空間常有重車碾壓 加上最近常下大雨 造成地磚突起 長久下來 不少民眾都曾在這裡摔車 要回娘家看爸爸 然後就在這邊摔倒 摔到滾車 摔到滾車就沒辦法回家看爸爸 摔到滾車 腳到手上 腳整個四站都回家 汽機車還有比較重型的車輛 比較多 然後這個 因為來往平綁 可能造成整個人心磚 有一些損壞 然後造成有一些 這個騎機車的我們的民眾 然後因為這個損壞的原因 然後有一些受傷的情形 有接受到民眾的陳情 所以我們有馬上過來看 先做一個初步的處理 讓這裡的人車可以通行 可以先安全的可以通行 民間鄉公所觀光文化課長蔡志忠指出 這個廣場原本由南投縣濁水鐵道 文化觀光發展促進會規劃爭取 作為人行空間 但因此處 早期為地方居民常用的道路 進地方反應後 開放給車輛行駛 卻因地磚無法承受經常性重壓 造成突起甚至損壞 那我自己有過的時候呢 看到這個情形我們會把這個磚頭 把它擺平擺到位置上 但是這個是只是一時而已 然後沒有辦法永久的去 把這個安全的道路做出來 其實我們有一個初步的規劃構想 就是說我們在明年度 我們會來考量說 是不是把它施作為那個AC路面 這樣就可以讓人車來 做一個安全的通行 目前地磚損壞的部分 公所表示會先做初步處理 也將召集相關單位協調 希望未來可以重新施作 改鋪AC路面 保護行進人車的安全 記者雄心怡南投縣採訪報導